然后是瑞泽祥林 好 看一下其不情况 哦 海神真是刷出来了 两辆海神都刷出来了 这位器名我们赶紧砍个气 凤华这里卡气之后 直接落了第四名来了 阿神和阿妮继续是双领跑 如果他两个会不会再次展开一波 在二维个人竞速当中的 一维一个人竞速 哎 这先是投飘了 那这个投飘的话 也让风华再次拉近距离 同样也拉开了 与第一距离的距离 阿神和阿妮现在是冰价齐驱 所以过来之后 看一下这里的路线 这里不能撑桥带 完了 阿妮这里不是撑桥带了吗 没有撑桥 那还行 直接硬拐 哎 这个路线都没有问题 再接一个坦EWCW 哎 阿妮这里是被挤开了 断空飘下来延续 没有任何问题 再接一个弹射甩尾 特身战器延续重开战器 直接放ECU 前面双弹射 很关键的点 哎 没有选择弹射 没有选择弹射 球稳了路线不是特别好 直接选择后都出弯 这个距离的话也是不会撑的 哇 又是被阿神卡到了 阿妮这一波真的好伤啊 小后追一直没有机会 每次追上了但是过不去 哎 阿神前面是丢弃的 阿神没有CW 后面器 哦 器也是补满了 刚好补满 一个快说硬拐过来 那这里直接再接一个甩尾 哇 又疼 很难受 但是所有人都没有挑秒 啊 第一名还是接下了阿神 对 这一把是拉开了一分 是由JCR阿神率先充限的这一分 目前比分是20比21 JCR暂时里面 这一把其实跑得都挺不错的 都挺不错的 所有选手也都稳住了 虽然有一些小失误啊 但是也没有挑秒 这种比赛其实看起来是 比分拿得很近 对吧 看一下 感觉这一把的话 兄弟们咱们预测一下 这一把JCR对伊斯塔7局之后 我们不说谁赢会有多少的分差 五分还是十分 五分以内 十分以内 有没有兄弟们敢预测 可以说的 我觉得也就在五分 最多不过五分 三十分以内 那你刚才说一百分以内 三十分以内 你能不开玩笑吗 你敢等一百分以内吧 敢等一百分以内 自信一点 我们直接七十加七十七 七十加七这种 一百四十七 一百四十七分以内 好吧 上次你预测五分就打了三十分好吧 那上次是上次 这次是这次 这次我觉得他们俩实际真的很接近 但是越到后面是越难打开分叉的 你知道吧 上次那真的 我也很无语 我也 好 我们看一下强车 连来研军队连来麦凯伦 强车还是给到了阿生和阿妮 看他们俩这把起步没有杀出来 一个盗公表下来 哦 阿妮的盗公表裂开了呀 阿妮的盗公表裂开了 阿妮的盗公表裂开了 这一把是杰兰尔 在伊斯大的王头上拿了一个双领跑 阿妮的路线 阿妮里也没有弹起来 直接双领跑变得更厚了 凤凯直接杀了出去 跟哲仙再进行一波对抗 卡位一下 哇 哲仙这个状后点盘是被人卡了吗 刚刚视角是没有看到 反正一个快速又失误 这一把JCR有点伤了 不过唯一可以接受的事情 就是JCR目前是阿森在领跑 那这一分如果拿到的话 其实后面也拉不开 特别大的分叉 风华这个距离很可能会跳秒 很可能会跳秒 哎 阿森是反逃了 什么情况 刚刚在看风华 那这不断空飘 又来了熟悉的地方 哦 阿森这个地方没有办法断空飘了 因为刚刚落地地的时候 太靠近右边的墙了 如果飘的话肯定会撞墙 3.86能够接受 能够接受 好 这一把是11加8 7加19分 7加96分 那JCR也是反超了 本来是落后的 最后是反超了2分 目前是39比的 37 则前几天前几天不是好猛 现在怎么回事 这把可能是15度 这15 色情大战 今天晚上 但是没有色情大战 这兄弟们开玩笑 消色跟年星打 叫色情大战 真的是 你的脑袋里面装的 确实老回路很惊奇 诗情大战 看预言模式 我们这个现在开不了预言 节奏太快了 好 看一下 下一张地图 苏格兰场 JCR这边的王土 赛车使用也都是一样 强车继续给了阿尼和阿深 那其实你没有发现 这场的2V个人竞速 其实跟刚刚一V个人竞速的话 差不多了 JCR折迁对上JCR的风华 然后由阿尼对战 JCR阿深 阿深顺利杀出来 阿深这个距离杀出来很爽 又是一个快出 直接挤开的哲仙 又是由阿尼和阿深双领跑 哲仙这个团队没有出 风华顺势反超 哲仙今天该稚愣起来的 目前这个得分只有17分 最低的 快速出完延续 也没有延运上 阿尼跟风华的名字 一直在互换 也是这边 也是被风华反超了过去 阿深这把又走远了 兄弟们 青色是不是好一年 对 快速出完 再接一个弹射 阿尼这个弹射又没有弹出来 点片照一下 阿深是越跑越远了 这里没有人可以和他对抗 哇 完了 风华走下面了 兄弟们 风华这个事物 这不值得提起了 王亮埋下后跟了 我本来预测五分的 这一把估计不止 你说 这个事物太大了 我决定得强行拉个停滞 没办法 跳得实在太早了 停滞拉得其实有点大的 无愧是JCR的王图啊 这是走上面的 他没有下去 这么说吧 他没有下去 没有走 走远这个词有点 跑远 跑远 啊啊啊 我这看弹幕怎么折仙 折仙想的风华 好兄弟我来陪你拉 三点五零 完了 跳了五两十三 哇跳起来五秒 跳了五秒 一十大危险的 一十大感觉 哎 走了一条远道 这个地方 没有从那个洞下来 最后这个蹭标 哇 不过这个蹭标 其实也能够接受吧 总比撞墙上好 撞墙上的话 你的速度就完全没了 那这一把十一加七 是十八分 五加九 只有十三分 五分的分叉 啊 本来是领先的 现在才落后 啊十四 十四和十八 四分的分叉 四分的分叉 本来是领先两分 现在落后两分 落后了两分 还能接受吧 还能接受吧 那就看下面的比赛 继续怎么跑吧 没事落后分选途 对落后能选途 两分的话可以接受 啊 如果落后五分以上就很危险的 看一位一比赛多少 七比三 阿深圣 好 选择了 集中 风啊 风刚刚丢去的 要拿回来 哎 这一把是把 科尼赛格给到了风华 啊 更加相信风华在这张地图上表现 那风华看看能不能够承载住 啊 呃 一次大的一个希望 哎 全部 三个人走左边 一个人走右边 阿深一个人走右边的话 更加舒服一点 没有对抗 这边阿尼也在杀出来 风华紧随其后 最后面的是折迁 这里的延续没有问题 哎 阿尼是没有延续上 影响到了风华啊 风华给了一下阿尼那是屁股 谈射这边也是被阿尼卡的 没有弹出来 有点伤啊 这里 但是后面折迁是离得很远 折迁是不是刚刚讲完失误了 有没有看小离头的兄弟 前面的路线 又是考验 学生们的手速 蓝点输入点来了 撞墙反弹 接快速出弯 快速出弯 落地 接后再接快速出弯 接断股票 快速出弯 我去 这么多快速出弯 学生们手都按麻了 哎 这个弹射点 阿尼是直接反抄 阿尼这么多弹射出来 又是个小胶双叉 撞后反弹 这里的反弹 风华路线非常不错 但是被阿尚连带了 阿尚直接卡在这边的墙上 风华从那个地方直接被堵住了 也在墙上蹭了一下 三位选手全部在一起 后面 折线也是因为三位选手的失误 顺利追的上来 啊 这里复位了 还好直接复位上来 复位的手速还挺快的 风华跟阿尘继续拉扯 两个人点击几乎的同时一块 但是风华是更剩一头高气风华 一分28秒51 率先冲线 0.02秒 哇 这个队 风华的风华确实有点冲线 比赛太爱自己了 确实 有一说一 这三个人的对抗 简直是强度拉满 这里也是有阿尚失误 不滑被卡 阿尼的方面也被受到一些影响 这里阿尼复位的很快 就失误之后 1229的赶紧复位 射程机喷 往后面调整过来 这件也是因为前面所有人的失误 也是及时的后追了回来 不然的话这一把可能没拉分的 好 最后是11加9和11加9 一次大追回一分 目前73比74 那四局比赛过去了 现在的分差是有一分之差 还是由伊斯拉选择 有点强 对伊斯拉的好多就是今天折迁的状态也蛮不错 今天折迁确实没有前几天发挥比较出色 以之前的折迁2V的发挥是非常出色 往往得分是比阿深还要高的 阿深也有说阿深的发挥确实很好 但是今天阿深的状态确实是拉满的 确实是拉满的 状态确实是非常不错的 在1位1个人技术solo赛当中 包括在2位当中 其实失误都是比较少的 咱不能说完全没有失误 确实失误 对吧 不多 阿尼今天状态不行 白给了很多 他个人技术solo被阿深打了个7比3的 就对 今天的白给太多了 他全部都自己失误 而且大家也不要小看阿深 阿深状态起来了 他的极限成绩 跟T0级别的选手就差个 实战也就差个0点几 就实战 我们不说计时 实战也就差个0点几 稍微稳一点就可以了 凯蒂林诺和破锋 这把都没有上到实戏实者 双方用车还是比较保守的 兄弟们看见没 文九这是不是直播 是直播 直播直播 直播直播 好看一下起步情况 这张领图凯蒂林诺和破锋跑的话 也是非常的契合 听差 这边弹车还是稍微差了一点 U甩这里风滑 甩过来没问题 快速出湾接战气延续 死去不如 哽出来了 哽出来了 WCW 战气延续过来 目前是伊斯大 阿捏和杰斯亚折迁领跑 阿森和风华 暂时落后 阿尼用的是凯蒂林诺吧 我就知道阿尼其实挺喜欢用凯蒂林诺的 他有时候跑那个电音梦梦厂也喜欢用凯蒂林诺 这位选手最肯定难度还是情有独钟 这个甩尾阿森是比折线路线更好一点 通话这里脱飘了 又甩 再继续打你前续 过来再接弹射甩尾 这里还要再甩 这张图的甩尾确实挺多的 而且你比美观必要弹出来 阿森也是来到第二 看前面装弓飘 阿尼会不会稳住 阿森有没有机会呢 这里路线的话 阿森其实还挺不错的 最后一个ECU延续 延续上 但是没有机会了 前面阿尼没有任何失误 哎哎 哎呦 没拖就抄了 差一点点 阿尼还是有失误 那个弹射好没弹出来 然后是WCW吧 还拖了一点点 后面速度挺慢的 但是 阿森最后一个甩尾 偷飘了 没拖的话应该是有机会抄的 所以两个人最后都偷飘了 阿森什么时候转会了 转会很久了 阿森在街上打了很久了吧 我记得 用铜锯单 直接甩起来就不会拖了 用铜锯单直接甩不起来 刚放弹器你拍音就断了 你就没有那个甩尾的 转向的角度了 对阿森刚来就在GTA 我记得阿森没有转过过 我记得他一直都在GTA打到很久了 没转过吧 没转过没转过 好这一把又是一个一分的分差 目前比分追平了 只有阿森是拿到了11分 剩下的所有选手是同秒没有跳 拿到了10分 目前五场过去94比94 兄弟们 看来 这一把真的是五分以内的分差了 重播嘛 这是直播啊 兄弟 直播直播 我们现场直播实话实说 好 猴哥微博说有大瓜 啥瓜呀 看我也比较喜欢吃瓜 兄弟们有瓜带我吃一个 啊 哈哈 封仔的后追非常恐怖 封仔我觉得他的领跑恐怖 后追还行吧 封仔的后追其实还行 他的领跑恐怖 你不能让他杀出去 他杀出去就稳住了 封仔他后追其实尤其在二位当中 其实很容易出现失误的 你看他二位的成绩其实 其实都没有个人尽处 一微的好 大瓜温酒去郎贵了 大瓜温酒要参加联赌决赛了 大瓜温酒竟然是 可以说 我 película很远不然 还是 老大 我最近电话 有这些交往吧 有り不过 诶 那么 带有这个 死她的 大瓜 有人 大瓜温酒要去解释 还是联赛了 啊 你会在上衣服 叫啥 不知道 不知道吧 很久没有去年车结束了 没有去 没有去 我还没有 从不过专业 你没有发现吗 前两天解决的时候 我一直笑场 主要我看的弹幕太好笑了 我憋不住 然后再结合些什么 一些下饭操作 真的 就像美人鱼里面的 我们经受过专业的训练 一般不会笑 然后为什么笑 我省了开心的事情 我省了开心的事情 好 雾山风宁 双方选车也是同样的 原机之星搭配序列未来 虫目玉玺神虎 所以吧 还是拿不开什么分叉呀 也不一定 那白给怎么办 白给了怎么办 看下来 这张地图 哎呦 富华显播又没有出来 富华目前分分 这些差不多 33比 44 这快速出弯 阿神的弹器延续 这边要断弹了 P PCO呢 一直开了 开了 开了之后 重开弹器 这边点飘 这快速出弯 延续之后 哎 风华这个跑法可以的感觉 哎 风华这个跑法可以的 他跑法跟那个 阿神的跑法好像不太一样吧 但是后续的话肯定是没有原机快的 原机这张地图是全程可以叠双倍动的 速度直接拉满 所有车 在同等水平下都是跑不过原机的 那这一把目前的距离 基斯拉折迁战胜领先 而且这张地图其实是 你要说它的稳定性我觉得还是挺高的 唯一一个难点是什么呢 就是在 还要是前面一点点那个硬拐 那的硬拐的话 有时候选手我们可能会 克强一下 也就是一个15了 其他的15我觉得都 不算15 没有什么15体 好 看一下这个地方路线 基斯拉的哲仙和阿妮 硬拐没有 哎 阿妮还是克了一下啊 刚说没有问题的 感觉他是管过来了 但是还是 小克一下 这把 应该是哲仙先低了 这些最后一个弯道 顺利稳住 哎 这个飘得好像有点肥了 0.36 后面两个人全部都挑一秒 那再次拉开了一分 阿康 阿康是A级阿康 阿森是基斯拉阿森 小玉之前不是时间等他什么 每跑一次乌山碰营 小玉就要被网爆一次 小玉说我太难了 下一场是狼狮定战阿W啊 好 目前是 这次拉114比113 由 基斯大选 那会不会是最后一场选择 还是说我们今天会有加赛呢 因为一分的分差 而且选手们目前所有的赛车都是一样的 没有说可以打什么赛车战术之类的 那我觉得应该都是上强车了 因为一分的分差谁也控不跑分的 只跌all in全上 新式大战期待可疑的没问题 这背景怎么了背景不好吗 在大家看美女看我们的小橘子看镜 难道不好吗 这怎么得 剧本先好了 最后折尖跳秒差一分别加赛 你是会懂写剧本的 以后你就做编剧吧 今天的二位竞速是精彩吧 兄弟们 我说吧 绝对不会超过五分的分差 到目前为止 只有一分的分差 而且已经是最后一局了 都挡住了好个球 这样可以了吧 看见了吧 我再朝这边来一点点 他这个换面怎么不带移的 要能带移的就好了 带移的我给他往边上移一点点 往边上移一点点 下一把决战副 对 下一把决战副 预测一下下下的决战副 那等看完 Solo再出发 我要得看一下Solo 就是选手们的状态 对不对 我要看一下Solo选手们的状态 突然发现我背景变了 哇塞 你是不是注意力全在我身上 我好开心 好 看一下最后一张地图 E-SDA这边 在落后一分的情况下 会被选择什么样的地图 去应对RW 在赛车全部一样的情况下 是选择硬钢还是说打一下赛车战术 但我觉得打赛车战术很危险 因为只有一分的优势 挺危险的 你懂吧 今天埋帅的 我谢谢你的 RW连统的真的猛 RW可以说静速道具双修 它就是两种模式都很强 尤其是道具模式会更强一点 静速模式的话 如果能更进一步的话 我觉得 这次比赛车的少有品 这么说的 如果打BO5的话 星天奥宝 也是所有最强车全部上上了 极大善配上 SBIMPOR 主机 勇士 宠物 也是最强宠物 瑞泽降临 对 这一次比赛是没有道具的 我们是全禁锁 全禁锁 诶 这里是手小喷了 阿尼他把起步裂开了 阿尼他在落后的情况下 起步裂开一位选手 好 而且是 对面杰斯塔双铃跑 这张地图 哇 是谁的猜印好长啊 刚刚那个地方 落地拖了好久的感觉 哎 这里压 这里压好有点肥了 先行一代杰斯塔 昨天还上场了 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真的 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对面杰射 想喊没喊到 阿尼也是平静 在这优势 我直线反超 这就是超能力吗 兄弟们 哎 这里 飘移的地方 确实没办法 因为在很多地方 可以减飘 继续减飘 首先落到最后 这个距离感 才会挑一秒 但是由于是 阿尸零跑 那折仙 除非出现大 折仙 除非再出现一个大失误 不然的话 这一把最多同分 同分的话 总分还是差一秒 而且风华这个位置的话 感觉应该也是会跳秒的 阿尼一倒不好说 远续过来 接快速出完 哎呦 这里落地快出的 完了呀 阿尼感觉也要跳秒了 这里又撞 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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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了没了没了 快点没了 哇 跳两秒 折仙虽然跳三秒 但是根本不慌 好吧 有点可惜啊 其实我觉得是挺有机会的 折仙确实出现大失误了 拖了很大 为什么冰魄都喜欢用紫金勇士的皮肤 因为冰魄的紫金勇士 皮肤加成最高 加到0.6的动力 其他皮肤都是加什么 集气啊 什么其他的属性 都不咋地 就如果按屏属性来说的话 最好我们都觉得自己有机会 无悔呀 哈哈哈哈 没办法呀 我现在这里确实大失误 这个拖车上弹了 但后面阿尼跟风环的失误太多了 你没有发现 尤其在最后一段快充限的时候 阿尼频频失误 本来他是不会跳秒的我觉得 但是后面几个人 连续失误也是完成了 直接两秒 这个两秒很伤啊 最后也是129比他130 最后是三分的分差 得分最多的是 JCR的阿尘7 第一分 第二十阿尼又是八分 哲仙风华同分 我们恭喜JCR赛拿一分 目前比分2比0 关键就怎么没来 哎没动 我可能拿了比赛的剧本 哈哈哈哈 有没有可能 这个比赛最后最 最大的boss是我 我让他们怎么 他们就在同时跑 好 那我们稍作休息啊 最后一场2v2 最后1v2 今天